我会接触羽毛球的其中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我哥哥 每次看他代表学校出去打的时候 那种学生全部会围着我们的球场 看我们打 那种感觉就很不一样 那我跟你的谈话 其实我发现到哥哥算是影响你很深的一个人 哥哥带我找到自己的可以发挥的强项 从小因为家里也是蛮穷 所以为了要出来工作补贴一点家里 所以他就放弃了羽毛球 我想帮我哥哥完成这个心愿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 其实你也是一个在羽毛球场上长大的孩子 可以这么说 八岁开始选择了羽毛球运动的时候 家人就开始付出很多 因为开始要载我去啊 回啊 那时候这样子 因为妈妈不会开车嘛 然后就骑摩托而已 每次要载我跟哥哥一起去训练这样子 每次就坐在摩托车前面这样子就很好笑 想到那个画面 就算下雨都一直要朝着去这样子 就那时候训练完了过后 载我回的时候刚好下大雨这样子就 刚好有一辆车就在旁边一走过 就我们两个都被他们讲落趟机这样子 虽然过程中听起来好像没有很顺利 可是想回去确实是快乐 嗯 是对的 可以讲是一个一段美好的回忆这样子 真的是很珍惜那段日子 那你正式进入国家宇宙学院的时候 就是被选上的时候 是在什么年纪呢 进国家队真正是开始20岁才进 所以我的童年还有很多都是跟家人一起 所以我觉得比起其他的队友的 我还算蛮幸福啊 很多队友都是从13岁就跟家人分开这样子 那时候的经历是怎样的呢 那时候的经历啊 18岁的时候就已经被选了 然后还代表马来西亚去打那个四清国际比赛 World Junior Championship 对 当时第一拳就打到那个中国的选手这样子 所以成绩不是很理想 第一拳就被淘汰了 所以那时候回来了就被通知说 就叫我回去再等消息等信这样子 一天一天的慢慢等的时候就感觉到开始急咬 到底我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再接触到这项运动这样子 所以当时妈妈也会一直说 叫我去找一份手艺啊 手工去做类似修理车啊 还是做蛋糕 就是因为这份热情这样子 所以我一直觉得到我相信自己还可以回到这个羽毛球的世界这样子 那时候一直写信说要再进来selection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给我一个机会这样子 当时19岁就过来这边训练 大概写了多少封信啊 嗯 差不多有五六封吧应该 还是甚至是超过 我为什么会坚持 因为看到我家里人的辛苦的日子 就跟自己讲我要进入这一行可以赚到钱这样子 所以就家里人没有这样辛苦 第二就是我想帮我哥哥完成这个心愿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爱家的人 因为从刚才到现在你都无数的提了家人 哥哥爸爸和妈妈 可以可以怎么说 我相信他们在你心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是吧 很重要 我在羽种里面是selection的时候 当时也没有工钱这样子 就19到20岁还没有被确定成为国家队的这个期间 都是没有一毛钱 没有一毛钱 我是靠这个两张比赛 因为你拿这个比赛冠军的时候 会有一千块奖金这样子 所以我靠这两张比赛就一共两千块 所以我慢慢用这个两千块叮咬一年这样子 怎么火啊 到现在我自己想回也是 怎么会有可能 怎么做到的 对 像你讲我一年要用两千块是不可能这样子 所以当我用到没有钱的时候 就打回家 就是说要一点钱在这边花这样子 但是打回家要两百块这样 所以当时又被我妈妈说了我这样 做我这样没有用这样子 所以到最后我哥哥还是给我这个两百块 他挤没有钱的话 这也会帮助我这样 我会这么难受还是这么伤心是因为 因为我妈妈已经没有在了 所以才会给我觉得到 我会把它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他有亲眼在场上看过你比赛 我没有 因为他从小到大都不喜欢看我打球打比赛这样子 尤其是打比赛啦 因为打比赛我们一进入到场上就很拼这样子 每一个球会跌倒下去接那些球这样子 当时他不想看 他怕看到很紧张的时候他心脏病 很怕看到我跌倒那一个画面 那个Morton Frost总监叫我去他的office 这样子就问我 你现在这样子每次比赛回来都是成绩不理想这样子 所以我们每次开会的时候都会提到你的名字这样子 如果你在继续这样子的话 因为他的桌上已经有一封信这样子 可能现在不会给你 你现在十月啊 你到多两个月十二月也会给你 教练也是有讲 叫你换过去那个昆爽还是什么这样 他建议我现在换过去 因为他也是为我好 他也是想把我继续留在这边 我相信他也把我很多次 那时候你只有两个选择 一就是离开 二就是去转去混 一就是留 继续打到十二月就拿那封信 二就是明天这些换过去训练昆爽 那一个meting过后 因为我只要换过去昆爽的时候 我是搭档那个杰明 当时我完全不认识他这个人 然后我就联络他 我想可以见面一下吗 可以聊一下 如果我们真的是要一起搭档 一起打下去的话 所以当时找杰明聊这样子 所以就讲 就算给我一个机会 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因为当时他有讲到 他自己也是很想放弃去读书了嘛 当跟杰明见面的时候就说了这些话 当给我们两个都一个机会这样子 因为当时有安排比赛给我们到十二月 所以讲这三战如果成绩不是理想的话 我们两个都会放弃这样 所以当你们两个遇到对方的时候 其实都是你们两个最低潮的时候 两个都是低潮的时候 才训练了两个星期这样子 就安排了第一个比赛在马来西亚 当时我们就看那个 抓的时候就开始 哇 看到第一拳又打到这样强了这样子 因为我又不是困爽的选手这样子 我又不知道困爽的球路要怎样打 还是要怎样跑位那些这样子 你们两个人带着很多的疑问上场吧 到时候 应该啊 一直问自己 我们可不可以有 自己可不可以有这样子 那个比赛的成绩是什么 冠军 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都很开心 也不可思议这样子 因为竟然我们可以拿到冠军冠 到了16年的时候就是搭档 然后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就已经潜进到世界的前十名以内 对 所以那段期间也很不容易 因为当时我也答应了那个总监这样子 你换我去困爽的时候 我会用一年的时间来证明我自己 我现在从没有世界排名 我要在一年里面 我会上世界排名24以内这样子 当时我也很荣幸自己可以做到这样子 可以讲坚定我们在困爽的位置这样子 我们从没有混双球路的球员打到有的时候 就因为我们都一直保持着这个心态 因为当你漏掉还是漏球的时候我会去帮你复补这样子 到目前为止你更大的目标是什么 更大的目标是争取奥运几分然后可以有机会站在奥运的球场上 因为这个目标是很多选手以来的梦想 从20岁开始成为一个职业的选手 我相信很多的一些时间或是一些时光都是被牺牲的 都是因为羽球而牺牲的 那如果十年后让你有机会去补偿的话 你觉得会是哪一块 想补偿回跟妈妈的时间 我一直忙着在羽毛球的生涯里面 然后很少回去跟家里人这样子 我上来羽种的时候 他常常会打电话给我说想念我叫我回去这样子 所以我一直没有安排到时间回去看他 妈妈离开的时候就会想 怎么最后一面都看不见了还是什么这样子 就会留下很大的遗憾 妈妈在你心目中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权载 是一个怎样伟大的女人